TK 但也很大 因為當時她的骨是拆出來的 第一堂,我記得我穿褲是這麼長的 是 到了這裡 對不起,她的褲已經很長 林二汶睡覺也不敢睡得那麼短 神經病,我穿上衣服 你成為一個鋼管舞的導師或舞蹈員 其實最困難是甚麼地方 視乎你是當老師還是舞蹈員 如果當舞蹈員,我覺得最難過的 只是你到了某個位置的樽頸位 即是你無法去,但又想去 但你連續都還在無限輪迴的程度上 那個位置辛苦 是藝人的樽頸位 對 但如果是指導師的話 就說要未夠學生 去支持自己時的辛苦 所以才會有兩種不同的困難 其他同意嗎?有補充嗎 或者反對嗎 也同意 有型的就是錢的問題 或者是技術的問題 無型的就是其他人的目光 或者是另一半的家人的反對 試過聽過最難聽的反對聲音是甚麼 通常人放在社交網站 就會說是男人跳這些 說是很懶惰 其實都是那幾句 那你以Diva的姿態壓倒 對 即是未必是你家人或朋友的支持 只不過是你做自己 你不理會他們而已 對 Nelton呢 你好 我多數的評論都是人身攻擊多 是怎樣的 我不是很壞,瘦 其實不關跳舞的事 瘦也被人罵? 對 又不是罵的 會是… 快點回應你 你這麼瘦 你跳舞也這麼瘦 之前有人說 以為你做鴨 有聽過是說是家人 因為我家人 其實本來我去跳舞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 直至我去比賽的時候 我要出國的時候 他們就問你去哪裡 我就略略告訴他們 但他們的心態是覺得我們做鴨 跳一件事就是去做鴨 那你會問媽媽 為何跳鋼管舞是做鴨 為何要在舞台上穿那麼少 但你喜歡做這件事 你已經二十多歲 你不需要為了 一句兩句就去停止 追求自己想做的東西 剛才麵包說另一半 其實會介意甚麼 女生…例如男朋友 會覺得做那麼少給別人看 我們一定不可以出場 不可以出場 漫長 Clubhouse那些是不可以 下次我們借個頭盔給她跳舞 當然,戴上頭盔也想 我也想,別開玩笑 Benji 我反而家人可能會有點微言 因為可能他們剛… 我開學的時候他們都不知道 但後來我在比賽的時候 可能會跟他們說 然後他們可能會問 你另一半,我沒有站著嗎 他們反而會關心 男生會否否接受你跳這件事 因為他們不會說很難聽的說話 但看得出他們不特別支持 可能我之前有比賽 可能有贊助的照片 是A4的尺寸 我放在家裡 可能有書櫃、玻璃櫃放出來 但每次我回家時 通常都會放在耳邊 男生、女生的身體結構不一樣 但家族的技術會否不一樣 女生比較多,比較少 跟男生也有很多 我覺得男生比較多 跟女生比較多 所以有些動作你會害怕 可能你… 怕會忍受 會害怕會撞到 對,真的會… 可能你… 你也沒有那樣,你怎知道 我們怎樣避免 想到也想到 如果撞一撞就很糟糕 如果… 女生撞到一條鐵,你也不糟糕 肚子也很糟糕 肚子也很糟糕 沒有我們那麼糟糕 對,她很害怕 對,有一個動作叫鋪鞋 想像一下這支是鋼管 我們會用兩隻腳夾 還要拍攝 你要擺拍攝 我一開始學習時… 太大力很恐怖 真的會夾到 對,會的 即是放錯邊,然後… 對,現在我適應做就知道… 不是要放錯邊,你不明白 她會… 走在一邊就比較舒服 你們穿的底褲或那些… 譬如有些Drag Queen 她們要做Drag Queen時 也有特別的底褲 要放進去,這樣叫做 有特別的放在好的位置 調整著她 不會上到鐵鋪上 她是調整的,一夾進去 其實我本身也有做Drag 當你所謂的收牌 其實你不會收到一個 不會有接觸的位置 對… 所以即使我收到 我再撞上去,也會有點痛 而且她不會吊吊吊吊 因為你穿了褲子 穿得很緊 裡面你再穿一條緊身 褲子穿得很緊,對嗎 我試過有一次剛跳鋪的時候 就是我真的離開了一半 就是一條褲子 因為我打算離開了一半 對,因為我打算不穿底褲 我只穿了一條臉 我覺得感覺會舒暢一點 對,我覺得… 怎麼知道就出事了 對,就有件事 其實我自己不知道 是別人拍照後 告訴我… 在拍照也不說,先拍照才說 為何要扶著 對,這樣就算了 幸好一件黑穿 對… 後來知道發生這件事 真的要警戒自己 一定要穿褲子穿多一條 因為我們很重要的是 那條褲子穿三個戒定那邊 讓它不會到處… 即是扶著也扶著也扶著 還有甚麼 我們試過男導師教我們一個技術 那支鋪要在這個位置 空中單 對 即是在屁股那裡… 在屁股那裡… 在屁股那裡嗎 事業線那裡 在屁股那裡… 邊緣 但我們試做不到 因為我們的衣服是這樣的 然後全部都很滑 然後要改變另一個方法 不是,你的身材像二汶一樣 有鋪鋪,這樣才能夾到 沒有怎麼夾 而且問題是有布 對,有布,擋住了 但我不會穿… 導師原本教的女生 如果是跳褲子穿褲子那種 穿褲子穿褲子穿褲子 這裡的胸部就可以夾到一條鐵 其實不用夾著 只不過要這圈肉 要皮…要皮接觸之鋪 但你的衣服是這樣的 對 褲子穿褲子穿褲子就沒有了 可能不敢… 用皮去穿褲子穿褲子 如果你戴那些褲子穿褲子 你可以用兩個球邊夾著 我想像一條鐵這樣轉 不是… 有時是… 還要小一點 男導師跟女導師的組別不同 所以我教一個女生時 我教了她用男生的方法 男生就是這樣夾的嗎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純粹我教她時 我說因為我沒有 這樣做 對,我把她穿褲子穿褲子穿褲子 然後她說我怎樣穿褲子穿褲子 也不可以 戴上去嗎 對 有些學生想來… 我想學習來吸引更多的人 增加性趣或在家裡 我真的不介意一萬多元 放一張褲子穿褲子在家裡 但可以…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大部分 他們特地會買一張褲子在家裡 他們可以在家裡自己玩 那真的來學習 是特地可以增加自己的性感度 我覺得對於他們接觸古墓來說 他們應該是一件很性感的事 所以我覺得在開始時 我應該是想去學習這件事 家裡很棒的鋪子 平時橫掛就用來掛衣服 掛衣服 掛毛巾 這麼橫掛 要在情緒時打動它 就用來跳舞 對,那些鋪可以這樣摺下來 對… 很先進 對 真的,有否有人來學習 是為了我夫妻增加情緒 還是怎樣 是有訓練的 例如在情人節或聖誕節前 情緒訓練 對 又不是情緒訓練 雙人舞,教你怎樣脫衣服 比較漂亮、性感一點 其實大部分人 都會把鋼管舞當作 一種色情娛樂 但你們…不如解釋一下 其實鋼管舞是甚麼運動 你們覺得是這樣嗎 是否只有色情娛樂 我另一半覺得鋼管舞很恐怖 因為她說像雷泰山在搖來搖去 不大隻,很害怕被我們踢死她 其實鋼管舞已經存在了很久 不是說純粹的風格 而是說健身、鋼管舞、鋼管舞 其實存在了很久 但可能大家會對於一些 純粹性性的東西特別有感興趣 傳播出去的時候… 因為你看見一個人穿著衣服跳 和你看見一個沒有穿… 穿得很少步的人跳 你也會先看小步那一線 那種風格可以創造出很多話題 所以你人傳人或發展時 會比較快 但不代表其實藝術或表演 他們沒有在這裡存在 只是比較少娛樂性 比較少他們追求的東西不同 明白嗎 我不會突然說 我跳鋪跳得很漂亮,像芭蕾 不會,那女生很瘋狂 所以其實是這個分別 有甚麼表演 你們是多多錢都不會接受的 如果是需要我全身赤裸 或之後想要求我做性感受 我這些完全是會接受的 那有人問過後表演的活動嗎 也有 是甚麼活動 我跟她回去 這關甚麼事 如果是他當你鴨一樣 對 但他只是想追求你而已 這件事 我覺得… 等等,這也不關鋪跳舞的事 是金盤那人想叫你做鴨而已 你說在這個節目 無緣無故說不做鴨 關你甚麼事 這也不關鋪跳舞的事 他覺得我因為表演鋪跳舞 他預期了你是有… 是隨便的人 可以 即是有其他機會去做這件事 他就說你不如跟我做一個後表演 還有很多人直接問 可否一對一跳給我看 其實你說一對一跳給我看 其實已經知道他想要甚麼 那你當然不會說這些… 不算是折扣 但如果你跟他說跳鋪可以 他在哪裡跳無所謂 你給錢就行了 明白 但你以後的那個人 有沒有暗示 有沒有成功 其實你知道的 所以一開始就已經分得到 他要的東西是甚麼 做鋪跳舞者 這個職業 這麼久以來 聽過最變態、最無厘的要求是甚麼 不付錢 最變態、最無厘的要求是不付錢 是真的 有試過做完之後收不到嗎 那你沒試過 只不過說明沒錢 你來幫我跳舞吧 這些有很多 有很多 或者要我跳30分鐘 30分鐘? 對 有些是這樣的 他要你好像… 神經病,怎麼跳30分鐘 你有一個舞蹈 然後人們會在下面跳舞 他要求你在上面跳鋪 跳足那麼久 即是一個部份有那麼久 好像當你在那些酒店 GoGo 一個GoGo舞蹈員在舞台上跳 之後我出價錢 他就會馬上說話 其實你想我跳30分鐘 是能做到的 真的能做到的 付錢 但通常他不會… 整個合約會說好了 不過是… 例如以前的舞蹈酒店 無常裝酒吧 經常有鋪在那裡 那些女生真的在鋪上 一直跳… 但那些人放鬆跳和走走 那30分鐘就更容易 如果真的表演沒有30分鐘 是很長的 通常是最長的 15、20分鐘左右 但如果整群女生出來展示 看電影都看得多 走著走著那裡就真的在跳 如果像這樣 有一個主角在前面跳3、4分鐘 其他幾條柱子 gradual動作 轉動活動 noble 我覺得不同的是 你贏 美國是很瘋狂的 美國的閣場很高 是… 例如在Atlanta 她流行很大屁股的女生 通常她想鋪鋪那段時間 可能正常是一首歌曲的時間 當然在15至20分鐘後 分了幾格 可能想去20至30秒 到地上就在地上… 扁 扁、扁、扁 扁、扁 扁鼻子 像鐵舌、底褲之類 所以是屁股的工作 對… 屁股的工作就比較容易 相對上 不容易的 很累的 舒服一點 擺姿勢的聲音都比起… 不好意思,看看甚麼 很累 如果只是上姿勢 即是她真的跳姿勢 在姿勢上做成功勢 一首歌曲已經被你暈倒了 也要拿… 對,一首歌曲之後 你不扯,也很難 很多人覺得消費沒有那麼多時間 但她覺得錢不值得那麼多 她不明白那件事 有多少消耗體力 而且其實應該是短的 其實不是 我覺得那種要求的人 是看見電影 很多都是夜宿酒店 然後有一條柱子 就像GoGo Girls GoGo Boys 握一條柱子跳 30分鐘也可以 我相信她的要求不同 對 我們對自己的要求 是我們真的要上鋪 真的要做一個鋪跳 但可能她要的東西 其實就是你拿著鋪 對 就可以了 這樣 所以分別在這裡 但試過… 我看到有朋友表演 沒有無厘頭 可能他看了電影多,突然怎樣 他覺得表演的時候 突然在拍攝片上轉 突然有人扔錢 即是飛了錢出來扔 就扔他們 我覺得可能大家有太多幻想了 扔手,只要扔紙幣嗎 扔紙幣嗎 扔紙幣 多少錢才我多,沒所謂 只要扔紙幣 扔紙幣 扔紙幣,扔紙幣 搞笑 覺得便宜了 是 如果我用1000元就沒所謂 對 而且看看… 很便宜的就是1000元可以 扔紙幣… 很便宜 扔紙幣 一托紙幣 你們如果客人就這些 學生最無厘頭 除了剛才的療療 你會否應該指導我 那些之外 有些學生會比較有意識 例如他會要求你整課 你離開他兩呎範圍 他會說,阿Sir… 或者說,我不懂… 他會要求你站在他旁邊 或者說,阿Sir,你做一次我看 我做完後下來 你再做一次,我看不清楚 做完後下來 阿Sir,想要做慢一點嗎 然後又做,做完後 阿Sir,你的位置是哪個位置 我不明白,你解釋完後 他會說,阿Sir,你可否再做一次 整課會不斷無限輪迴 可以在上面做嗎 你有否跟他說,你沒有天分 你沒有學習 通常以前會多做一些 現在我就會說,你想看嗎 我想看,那就上YouTube吧 你來學習,不是來看我做 是,我會幫你做 還有一些難照的學生 你怎麼做,好嗎 我洗手間的洗手間 不在洗手間裡面 他放下了東西在櫃裡 然後就問,阿Sir,洗手間在哪裡 我就說,即時轉右,再轉左 然後他的樣子就變了 然後他去完廁所回來後 就說,阿Sir,我有事要做 我還是先走了 有付錢嗎 可能洗手間… 太棒了 太棒了 可能… 又或者他… 對,可能看見其他東西 不是吧 你怪錯好人了 我剛才有一次告訴你 你的書有鬼 我剛才有看過 沒事的 他真的是人嗎 甚麼鬼不搞的,你也看不到他 他給甚麼錢 錢是否真的錢 真的是港幣… 剛才Noky說過了一些走光經驗 女士,還有甚麼 我自己也沒試過走光 但我真的試過在看人表演的時候 真的走光,掉了一個空障 一地掉 對 你接著了嗎 我們… 我知道自己也不知道 可能轉了幾個圈 後來自己看見才吸收 是嗎 很可憐 你接著 還有呢… 那個是上間堂,是同學 他穿一件沒有穿的衣服 就要戴上新衣服 然後他想跟我們出巷 是 然後一向上去,一向上 我就眼眉著,有一些東西飛出來 掉了 掉了 他要去雞扭 然後大哥跟我們很冷靜 他繼續做,然後下來 才一腳踢新衣服 在一旁 演出挺好的 然後繼續跳,沒事的 但我在旁邊覺得我很想笑 有跳過知名人士的 私人派對那類的表演嗎 我想一次是一個… 我想他應該不是香港的名門 他是外國的名門 因為他聘請了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人來見過的 一次,唯獨一次的私人派對 也挺大陣仗 對 私人派對是否會收很多錢 即是收得最貴的工作 是 因為他可能給你那個價錢 不是你最終拿回來的價錢 因為他當時在私人派對 是你要躺在身上 去擔心所有人 你的優勢就會大於你躺在身上 我那次的經驗就是 他給的最後一份利是錢 比他本身預約了給你的價錢 是嗎 大概是甚麼範圍 五位數字 不是一,但其實一次也很誇張 我那一刻都呆了 沒有想過原來可以有… 在行內,你們最看不過眼的東西 或者覺得同行的不屑行為 又是甚麼 我最不喜歡是口說他很有理想 或者他很想做到怎樣… 但到頭來可能他遇到一些 很少很少的挫折 就會把所有東西抹掉 再說一大堆理由 或者藉口告訴你為何我做不到 有時是你面對難題扶不上癢 癢的也不能扶到癢 還是不要扶到癢 其他呢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只喜歡拍照 便覺得我已經達成功了 因為我覺得跳舞是流動性 不只是硬照 當然在過程中拍到漂亮的照片 是好的 但重點不是在照片上 我覺得最看不過眼就是當行內 我們大陸一點就分三種 可能每個族風格 每個風格的人 可能會看下其他風格的人 有些跳運動性 可能會覺得自己比較厲害 或者有些有趣的 就是完全不會接受 或者不會跟跳運動性的朋友 即你不喜歡 其實大家都是跳降股舞 對,大家都是跳降股舞 但裡面也有內控、內戰、歧視等等 沒錯 通常我們要跳鋪 需要肌肉力量 我都有去健身、去健身 同時突然多了 最近流行跳鋪 牠們會無尼拉姦,會有專屬 就叫你去 不如你來我們這裡一起跳 人有牠,有牠的CG 有安全問題 明白 其實牠的安全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情況 好,來到節目尾聲這一段 剛才他們答應我們 會穿上跳舞的裝束給我們看 換衣服好嗎 好 好,女子組非常悶 她們不悶的裝束給我們看 但告訴我們,牠們平時穿甚麼裝束 就是跳鋪,跳舞 看起來很漂亮,真的很小步 對 但閃亮亮最重要 這個紅色是下身 上身是一個很透過的 褲子的褲子 這裡是前面吧 對,前面 難道這裡是前面嗎 對 好,謝謝女子組 謝謝 謝謝 好,接著請請男子組 請兩位展示給我們看 平時的裝束跳鋼鼓舞 就是這樣 做一身的肌肉,先看看 除了它 對,放一些姿勢給我們看 把衣服扔開吧 看看就對了 鋼鼓舞的姿勢是怎樣 放在姿勢上看看 很漂亮 聽說這個褲子是牠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褲子 對,很漂亮 好,謝謝… 謝謝 謝謝